中美大战文武,同时开演习近平施压川普回击最后见分晓,中美双方2019年1月30日,在白宫西域的行政大楼,再次举行贸易谈判。 美中经贸谈判星期三1月30日,在华盛顿展开美国台长姆努钦会前表示, 若中共有足够的让步美国,或会取消对进口中共或加征关税与此同时,两国在后台的军事较量也越来越明显。 继中共首次公开可攻打关岛的弹道导弹,东风26事发场面后,美军再次向东中共海,派遣了可搭载核弹头的B-52轰炸机进行例行训练。 时事评论员文昭表示,目前的对峙形势,有点像贸易版的古巴导弹危机。 中美双方博弈,激烈最后一刻,才能见分小美财长若中共足够让步,或撤销中共或关税。 中美贸易谈判于30日在华盛顿正式开始自由亚洲电台报道,美财长姆努钦周二29日,接受或是新闻访问时表示, 强迫技术转移,是今次磋商的一部分美国特别关注公平的军纪行为。 有需要确保美国公司在中,共有公平竞争平台,一旦发生任何违反美国法律及制裁的问题,将会透过不同方式,处理它重新期待谈判取得重大进展。 又表示特朗普仍未决定,撤销对中共进口或征收的关税。 但只若中共在贸易问题提出,足够让步美国政府,可能会答应撤销关税。 姆努钦说,在两日会谈结束后仍有30天时间,可进一步磋商,以便在3月2日,美国调高对华关税的最后限期前达成共识。 不过路透社引述消息,透露,中美在结构问题上,仍有很大分歧,现实未有迹象显示。 中方愿意积极应对美方的核心要求包括保护知识产权,及停止强制技术转移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美B-52轰炸机,一架B-52轰炸机,抵达卡塔尔的阿尔乌迪德空。 军机地美军B-52轰炸机,飞越东中共海,进行例行训练据日本时报,的报道1月29日,在美中高层贸易谈判在华盛顿展开的前一天,美军两架B-52战略轰炸机,飞越东中共海和日本海附近,进行长达11个小时的例行训练。 报道援引美国军方的消息说,这次例行训练任务,是2004年开始的美国异度太平洋司令部轰炸机持续性存在行动的一部分,符合国际法,以及美国长期以来,为人所熟知的自由航行政策。 最近几个月,美军B-52轰炸机,经常出入南海和东中共海有争议的海域上空去年9月。 美军向南海和东海上空,派遣了B-52轰炸机,引发中共抗议称其为挑衅行为。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美军麦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,2010年5月,在西太平洋航行美军,现在拥有58架B-52远程战略轰炸机。 这些轰炸机,可以以亚因素飞行。飞行高度可达5万英尺,15166.6米,可以搭载核巡航导弹。 日本时报指出在美洲贸易和军事关系紧张的今天。 这样的飞行行动,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东风26导弹,中共首次公开东风26事发场面美国之音报道。 中共军方的行动,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曝光。 1月23日,中共央视军事报道,节目首次展示了非常清晰的东风26型弹道导弹的发射画面。 甚至导弹弹头细节,也清晰可见,据信DF-26的最远射程为5741公里理论上, 可以直接从中共本土打击美军,位于西太平洋的基地关岛。 因此被称作关岛杀手Gwang Gila,中共办官方的《环球时报》英文版,引用军事砖。 家的话说DF-26也可攻击移动中的航母。 事实上,从2018年,开始中共央视对于火箭军,尤其是火箭军战略力量的报道,有所增加最近几个星期。 中共官方媒体海,相继公开了火箭军东风31A洲际导弹发射阵地,和模拟发射流程东。 丰富5AB洲际弹道地下长城和模拟发射流程赞助商,链接载助商链接文招。 中美双方博弈,激烈,或最后一刻见分小时事评论员文招,在30日自媒体节目中表示, 刘鹤是不是袖子底下,藏了一些让步条件准备在谈判破裂前才做出关键拓鞋不得而知。 因为很多越是重要的事,越是在最后一分钟,才会见分小文招举例说目前的。 对质形式有点像贸易版的古巴导弹危机危机处理的结果是关重大。 但是在最后一刻之前,双方都在关键问题上,摆出不退让的姿态。 古巴导弹危机,是在1962年10月28日,星期天发生转机的赫鲁肖夫,同意从古巴射出苏联导弹。 但是在头一天星期六是冲突的高峰。 美国的一架U2高空侦察机,在古巴上空,被苏联防空导弹,击落飞行员当场死亡。 另外一架海军的飞机,被古巴防空炮火,击落美国军方当下作出判断。 俄国老毛子这么强横,肯定是不会妥协的美国空军,拟定作战计划。 彻底摧毁古巴境内的苏联防空导弹基地,那就相当于美苏正式开战了。 同时在阿拉斯加的B-52轰炸机,携带核弹升空轮流直搬,随时准备战争的爆发。 但是肯尼迪总统与苏联继续谈判,在战争破绽眉睫的威胁之下,赫鲁晓夫终于在第二天妥协中美谈判,会发生这样的逆转一幕吗? 阿波罗网林义综合报道 阿波罗网林义继续谈计划